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然维席频道 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为您现场直播的是 2021当湖时局杯浙江平湖CCTV杯快期赛 那么今天是决赛 对着呢双方的分别是科捷九段和党一飞九段 来为大家做讲解的呢是彭权期段 彭老师你好 那个球姐也好 也是那个 请我们大家下午好 我们非常荣幸再次来到天然维席 为大家带来这一场世界冠军的一个决赛 是的 今天科捷和党一飞是在浙江的平湖进行了这盘面棋 我们现在都经常是看到棋手在那下 都是就是中间可能隔了一个走道 但是两个人在两边 其实是他们两个人在下对着 但今天这盘棋呢是面棋 是在平湖进行的 也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容易啊 我觉得这个两个棋手的发挥可能会下面棋的话 会更加的那个亲切和出色一点的希望 可能对于他们来说 就对着电脑下和下面棋的话 区别不是太大 但是可能有些棋手还会有些区别 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不用担心滑标了 而且也不用担心那个电脑读秒超时的问题 那倒是 毕竟那个面棋的话 不管是那个人工读秒或者是那个机械中读秒的话 大家会更加的那个适应一些 没错没错 那么这个今年的这个 虽然是快起赛呢 今年这个用时有所改变 就是比起往年来 因为我们要跟那个农心杯 马上要参赛参加这个农心杯 所以呢为此考虑呢 这个用时的规则呢改成了 每方一个小时 然后一次六十一分钟的读秒 这一次呢是不能超过的 保留时间肯定一个小时早晚会用完了 对一个小时肯定是不够用的 下的快的都不够用 别是下的慢的了 所以基本上其实也就是算是一个 就是快起和慢起之中之间的 对对对 就是一种 就是也是在大赛中经常使用的一种赛制 对就是为了棋手更加适应农心杯的用时规则 所以这个用时规则呢 是跟农心杯是一模一样的 当然这里的话 也是希望两位棋手不像原来的那三十秒一步 对 可能棋的这个激烈程度和一些质量 可能会比三十秒应该相对来说 会更加的紧凑或者高一些 对 因为肯定是用时越长 棋手们发挥的空间会越大 没错 因为超快棋的话 肯定是在此难免失误 因为我们毕竟是人 不是机器 是的 今天呢 他们两位很有意思的是 都是第一次好像进入决赛 这个就CTV快棋赛呢 已经那么多戒了 那么多年了 他们两个人居然从来没进过 这个事情其实也没什么稀奇的 首先我们来说说柯杰 柯杰虽然说是现在是八卦王 离九卦王也已经非常非常的近了 但是呢就是在其实可能熟悉的球们都知道 在我们的国内的悲赛中 至少柯杰没有展现出这个八卦王那么统 那么样的统治力 当然我这里不是说柯杰的国内战绩 真的是一探户 就是说也是大家百家争民吧 就是柯杰也有冠军入战 但是呢 频率远远没有世界拿世界冠军那么高 没错 所以说呢 某一些比赛连续几届 甚至就像刚才熟悉介绍的 没有进入到决赛 其实也不是一个什么新闻 对 但是今天他是离这个冠军最近的一次了 对 毫无疑问 他的对手党一飞呢 也是世界冠军啊 对 小党也是世界冠军 其我们也会亲切称他为阿党 是的 就是也是上那次冠军 非常的让大家那个扬眉吐气 或节气 没错 所以说而且呢 但是呢 从积分的排名 和综合的战绩来说 阿党确实这个 党一飞确实 像进个决赛 确实也不容易 因为大家一听啊 世界冠军还不容易吗 因为中国的 世界冠军非常的多 他在半决赛的时候 也是战胜了 另一名世界冠军 唐伟欣 然后柯杰赢的是彭丽瑶 这个柯杰那期 赢得挺不容易 彭丽瑶打了一句少 反正不管怎么样 就是像这样的棋 你要过关斩将 一路往从32往进入到最后的前两名 而且又是个单淘汰 这个实力是肯定是最重要的 但是一般来说呢 中间总有一两盘棋也需要点运气 就是不可能盘盘都是你上分棋的 所以说实力加运气吧 要走到最后 特别是甚至拿到冠军 今天可能也需要点运气 不知道运气会站在谁的一边 我们可以来 我们来看齐了 拭目以待 是的 拆前之后 今天是党一飞的黑棋 然后我们会看到 从最近的一个趋势来看 包括是前几天的五千元杯 然后包括在之前几天的那个农心杯 好像我发现小木最近 吓得很多 比星位的出现频率好像高了一点 是各种各样的小木 这里也不知道是这些高手们 有什么样的想法 还是说这种二连星 实在吓得那个视觉疲劳了 就是吓得人都犯困了 所以说现在我们看到小木的开局 各种小木的开局 好像频繁地出现 就相对来说 小木什么 小木瓜角 可以先挂了一个 那这里的话就是白旗选的 会非常非常多 实战的话应该也是一个标准的下法 所以我们也可以直接拿来用 当然了 比较喜欢战斗骑我们家击 家击也是可以的 稳健的骑我们守一下 守一下也都是可以的 是的 对吧 踩迷的甚至顶尖顶也可以 但是实战柯节这步棋 怎么说呢 应该说是下进步的话 有一个最大的好处 这样的话对手很难会猜到他下进步 就是说很难会猜到柯节会下进步棋 因为你下这些棋肯定 那个黑棋的打印飞都非常熟悉 拖先特别是高跳手脚的话 相对来说会冷屁一点 冷屁一点会打乱对方的一个赛前的一个布局的套路的部署 因为作为白棋来说 你上来得先化解黑棋的工资 是的 黑棋可以准备布局 白的你很难准备 因为你不知道黑的下什么 就是说只能见招拆招 就这步棋拆的我觉得还是 总体来说我觉得蛮棒的 当然其实下哪里差距都很微弱 这一开始好像差距都不太大 然后你拖先之后呢 那黑的肯定是一个非压 这也是电脑出现之后的一个推荐 是的 压两下已经说不亏 然后这手选择就非常多了 也可以这边拆遍 也可以任意的这两个手脚 对 对吧 手小木脚总是大的 而且手脚的方式就很多了 你也可以二斤跳 大飞 单关 无油脚 都可以 所以现在的 而且还可以两个脚都可以守 所以说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档一飞下哪里吧 这里 真的是选择太多了 然后他守了这个脚 也是个高跳 高跳的话就可能就是更加偏 那个攻击和战斗 就是 是吧 如果是残迷的 估计就是小飞或者大飞了 我就喜欢小飞 对 因为高跳的话一定是在这边 其实高跳的话 它有一个就是明显的信号 也教起我们 哪个小技术 就是它如果是这种错小木 用一个高跳或二斤跳的话 你在去挂它脚的时候 不管你高挂 特别是低挂 它大概率是要加你的 就它的加机的概率会比 低手脚会高得多得多 因为我们来看一看这里 它简单的一个这个定势之后 它要冲断是吧 它一定冲断你 冲断完之后呢 就这里的变化 后续我们不白 就这样的话呢 它一旦在这边 封锁你形成外事的话 它这个高跳脚就明显会比这种手脚好得多 因为这里会有各种碰靠借用 甚至这个打入 所以说它其实就是一个重视这个右边这条边 或者说重视这个摩昂的下法 就是要战斗 今天的那个打入飞 而且在结合左上的这个飞压定势的话 这边也是一个取势的黑棋 所以说上来就气势很足 就是非常的凶狠 就是上来 就是恨不得在右边 就跟你那个直接大打出手 就这个骑大家一定要小心 就是如果你对面是一个很成熟的骑手 或者说一个高手的话 大概率它要加你的 也就是说你挂的时候呢 你要准备好 你要准备好对方加击 你怎么下 就不是说你不能挂 但是呢 你不要想到挂了 老师我本来是这么想的 慢慢下的 这个概率会非常的低 如果是小飞手脚的话 那它大概率可能就 对一般都是这样 就随便稳一下就算了 是的 所以这个高跳 大家引起警惕 包括这个二肩跳 这两个是异曲同工的 然后这里我们会看到 所以柯杰就会很警惕 接下来下一步 柯杰他就是高挂的 他就希望你下一个脱退 那就简单一点 这样的话我们就下一个大家都会的 然后我踩过来 先化解你这边的一个势力 那这个局面就很漫长了 这个局面就是大家就是 可能天天都见到一个 对吧 两分的局面 非常的标准双方下的 但是紧接着我们来看到 所以说这个不是我说的 就是我们看到这里 今天的兰伊菲尔非常的积极 一间低价 他其实就是配合这个 就是看到这个一间低价的时候 我相信柯杰这时候 心里就会有一点含糊了 因为我记得说这个往里走是没有问题的 对是有这个变化 就然后走这个的话 黑旗可能搬 而且在AI的这个时代 好像已经也有 有但是已经下的相对有些少了 是的 接上然后黑旗是不是现在 现在能长吗 长我不知道 我来看看 刚才没注意看真子 得看一下 真不掉 没真掉 那就是说这个棋 它肯定要长出来 那就是说这个棋是有 有一个准备的 这这这这真子是这样对 接上然后就这么掉就会 这么掉只能长就会明天有点 那差多了 对好像是这么掉 我再看一下 我也觉得真不掉 我刚才看了 因为这个我这样变得打到这 对我这样这样斜着看有点 有时候有点不靠谱 容易看错 对如果我在正面看背对大家 我们我应该没有 我这样斜着看 总担心自己看漏一路 这不行 这不行 所以说那他这个一间家呢 就很明确了 就是你拖他要下这个攻击的手法 是的 然后把这个模样相对来说 想办法去做打 所以这个时候白希希他没选择这个拖 就是因为真子不利的缘故 应该是 我觉得有两个缘故 一个的话是刚才真子不利 二的话呢 甚至他更担心 黑旗更担心他别的 有没有别的道路 有刀准备好 因为这个是一个快棋赛 它不是一个美方三小时四小时的比赛 所以说一旦局部中套之后 他的起就会比较被动 就算你能花时间把这个飞刀给化解了 那你今天的时间也压力很大 对 还有一种可能是这个飞刀过分复杂 你直接就躺这了 那太冤了 就是你一个决赛 对吧 好不容易杀人决赛 然后吃了一个飞刀 然后人走了 很遗憾的就退出了 这个冠军的争夺 屈居亚军 这个也感觉太无谋了 所以说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考虑 而且刚才那个起确实是真子不利 对 是的 其实那是这样 彭老师 如果说白旗争自有利的情况下 他是不是可以拖 在这个地方可以这么选择 比如说我这 我这地方 比如说我把这 那边不管了 打掉 假如说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不知道白黑的有没有别的 这个 那如果说他不能长 他觉得这个 就是刚才我们摆的这个图 假如说这样 不知道有没有 假如说是这样 你打这个 不是我先打这个 你是单打这个 嗯 这里都 单打这个 他不是沾上 然后你提掉 你搬 那我提掉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哦 就是说黑旗 打你可能要立 对 但这个地方应该是我在打 再打 那就不一样了 反正这个地方 接上 我在挡 你在挡这个是吧 搞不清楚 是是 这个 这个变化 然后你什么锁外面啊 对 我还以为你是打一下弯 弯在这里 我想说 不会不会 如果说是这样的话 黑旗应该不满意这个方向 是吧 哦 这个不行 这个这个 这个肯定不行 目前这个变化 因为这里 我大概是见过他们的一些 那个 我这个是这样 有这样的变化 然后这样黑的是可以接受的 白的 白的应该有点亏 哦 被拔掉还是有点大 对 所以你正常他们是要立的 但是立完之后的变化 我也有点拘不住 就是这里的话 变化比较多 嗯 就说他 他有可能有别的 而且他有可能打了 而且本身现在是真子不立的 对白旗的 以前来说是不行的 对白旗的压力是更大的 而且呢 他好像还也有可能是打了长的 还是打了挡的 这地方我不是很记得住 嗯 就这地方 黑旗反正肯定是不怀好意的 对 怀好意 就一定是有他自己的 呃 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 有招呼的 而且特别是真子线又不立 对白旗的这个心理压力 会显得非常的大 黑旗我们说 老师这个难道这个冠军们都搞不清楚吗 我觉得是这样的 给我们解释一下 就大家不要总觉得 好像每一个冠军或每一个人 就像一个精密的机器一样 所有变化都会 难输一凶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柯杰是不下一间家的 比如说 他基本上很少高挂下一间家 那他就没有必要花把有限的时间 花在这个一间家后续的变化上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他的时间是有限的 柯杰也不一定全知道这个 对对对 他会把有限时间去研究 他经常下的那些套路 就每个人有所长有所短 他闪开那些他不知道 他比如说他 你搞搞他永远是拖的 他就不用去想一间家之后的变化 因为他自己不下 那不下他去搞 他去他去研究这干啥 对吧 就所以说 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他人无完人 就是他一定有他在某个局部 他特别精细的一面 就是说甚至超过所有骑手的高手的一面 但是也有一些棋 他可能真的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的熟悉 他肯定知道 基本没法肯定知道 但是中间的一些变招 或者是一些后续的飞刀 那他是有担心的 而且这个棋本能的会看一眼真子 对 这真子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件事情 因为特别眼见的是一件事情 所以这个时候再结合大家 刚才党一飞的这个高跳手脚 一间家 因为其实这部一间家比较少一些 大部分还是拖的 是的 现在好像高挂这个脱退就是 基本上 这都这么下 对 所以说在科捷已经闪了一下之后 没有下低挂 下了高挂给你一点时空 他依然要强行夹击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必须要警惕 球们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冠军的经验 对局经验 一个八卦王的经验 就是说他本能的他会觉得 我不能拖 虽然我可能甚至我自己都不清楚 为什么不能拖 但是今天就是个决赛 我拖万一 那我太亏了 对 那我怎么办呢 是的 对吧 就跟我们老话说的一样 退一步海阔天空 对吧 人一时风平浪静 这地方其实尖起来 虽然可能有一点的落空 局部看起来黑的时空多一点 但不是什么大问题 但是呢 不是不解决什么根本问题 是的 包括比如说你的胜率 掉了三个点五个点 那根本就无所谓的 你想要你把胜率撑住 万一一个飞刀垮了 还是那个地方稍微忍耐一下 因为一尖嘛 黑的就没有任何的那个飞刀了 他就正常是下这个尖角 下尖 对 取地 是看起来这两步棋是有点落空 但是呢 它可以防止 刚才我们说的任意的 黑牌棋任意的一些招法 这种棋真的是防不胜防的棋 因为很有可能 今天的党一飞就是在这个局部 赛前做了一个精心的准备 嗯 你想他特意这边 真子还给真有力了 特意的高跳 特意的夹击 如果这时候你往里拖 掉坑里了 说实话你 谁也拐不了 如果是个小朋友下 新秀下 可能就拖了 他不会有这个 没有这么多闪的这种 那么多 没有那么多想法 对 他就会觉得照其下 然后中飞刀的时候呢 就哭了 老师我今天好冤啊 其实呢 你一点都不冤 那如果你中刀了 那说明你这个地方 研究的还不够呗 肯定是没有人家深属 肯定是不够的 因为 因为现在就刚才 那个球也说的 因为现在的高挂 百分之八九十的人 都是脱退的 所以说没有人去研究 一间家之后的变化了 是的 很多人是不去研究一间家的 因为大部分人都是脱退完 那个 先手走外面大厂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 他突然来一个家 你不熟悉很正常 因为用的很少了 所以说我们看到科姐 非常的机智 然后这个时候 也就机房不动了 他就拆一个 这步骑当然很大了 听过看到 黑的猜过来 利用这个外饰 如果你不理 下步骑可以接着猜 是的 也可以直接推土机推起来 压一下 连压几下之后 我们看这里的模样 非常的可观 所以这步猜呢 肯定是一个超级大厂 可以限制住黑系 这三个子的发展 自己还能扩张 所以说看到这里 我们会看到 我觉得科姐发挥 还是非常的不错 就是骑输赢不说 真的非常的老道 那肯定 毕竟也是那个 神明多年 对 神经百战 神经百战 这个大赛经验 这个不是我在这里 吹科姐 我就说同样的人 如果是十年前的科姐 初出茅庐的科姐 那可能就拖上去了 因为那时候小朋友 他的那个时代 他想的会比较少 那因为他自己 也用这种飞刀 去弄别人的 对吧 所以说他这个很熟悉 一看今天 对方逮者不善就算了 先败过这个重拳 全民说那亏一点怎么办呢 亏一点 止损呀 哪怕就是地方 稍微亏一点点 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你总比崩溃强 万一真的人家有一个刀 你又解不了 是的 那么这盘棋直接没了 对不对 就所以说 对吧 别的地方再慢慢来 就下得非常的沉稳 现在的话 躲过这个飞刀之后 下不齐 其实我觉得党运飞 可能也比较无奈 他不知道 这个局面 我觉得他应该没想过他肩 他肯定是所有的精力 都想着他拖进去 我怎么讲的 他可能 这只肩下怎么拖鞋 肩完下拖鞋之后 其实下不齐 感觉 直觉来说 有点缓 我觉得 那在这个局面 黑棋应该怎么下的 我觉得很想这边起来 起来是吧 就甚至直接靠 这样 因为他这边是个大模样 你敢贴就短 哦 是这个意思 你补断我就往前顺 反正你不管咋补 我就往前顺 因为我这里不是一个大模样 你如果敢压我 那就对不起了 那就叫一言不合 反正我利用优势兵力 就跟你拼命 我在想你靠完了 白棋应该怎么下的 我也挺迷茫的 你有可能是 应该往这边走 这边搭下来飞 那你飞我就拐 哦 飞你就拐 是吧 反正你搭 我也可以脱鞋的嘛 我直接断了 反正这两个剑合嘛 这下中间下面也没事的 是 我直接紧皮贴身就完了 因为 因为为什么呢 他这个棋 他实际上这部棋 我觉得 不是说不好 就他这部棋 让黑棋 白棋松了口气 就是 他本来上来 他气是很足的 就算在右边 这个边 跟黑棋 白棋决战的 如果你压上来的话 贺杰的心理压力 会更大一些 这部棋呢 虽然也很实惠 这个局部爬完之后 黑的肯定是不差的 但是呢 在白棋的角度呢 他这两个字 也就某种意义上变轻了 以后甚至可以气掉了 你再压什么 他就无所谓了 这个断点 我觉得被白棋闪过了 对 就白棋就相当于 就这个重拳就躲过了 这棋就变成一个军事了 就这部棋 是不是显得太沉稳了一点 他可能觉得 他这好像已经赚到 是挺满意的 我觉得我已经赚到了 这里黑的 拿到15目以上的时空 这两个子飘在中间 生死不明 对吧 然后两边还要被 可能以后还被供 是挺满意的 但是是不是不够呢 是不是应该再积极一点的 就不清楚了 但再积极一点也不一定 有可能这个围起来 被别人打进去 那个公布罩 全部打水漂的 所以这种选择非常难 我个人觉得很想这个 想靠起来 因为配合上这边这个模样 而且我靠了搬你 你应该不敢压 压我 我很怕被你断 对 如果你不敢压 我就 我就闷头管 对对对 我就先管完之后 这个大规模 这模样就起来 我只要拐你肯定不敢扳头了 因为我就 这肯定扳不动 除非我 我走在这儿的话 你拐我 我肯定只 不是 你就算沾我拐 你也不敢扳了 因为这边太大了 你肯定是要进来 想办法进去 那进来的话 我先主动攻击 对吧 我拐你不离我 我就跳 我就先往中间走 这也是一种思路 我觉得 我觉得可能更积极一点 这个呢 就是感觉上 他已经很满意了 对 我也有这种感觉 特别是下面两部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感觉小腹激安 我们来看一看 就整个调子就变了 包括下一部黑戏 有一种小腹激安的感觉 拐了个二 就是变成了一个阵地战了 放弃那个攻杀 放弃模样 特别是这部拐 这部拐 不能说不大 但是 对 因为你不走 可以摆得一步步拆 我就一个一个拐 我也不干别的 但是这个拐 就是这两部棋 最大的给人的感受 就是 显得有一点迟缓 可以是有点缓 就是对白棋的压力太小了 虽然这两部棋 都是标准的大厂 对吧 我看这棋 我觉得不太像AI的招 我就觉得像 就是以前的招法 没有 他这个 他这部肯定是测过的 这部估计是自己想的 因为 因为现在机 我觉得白棋的招 比较 就是 白的招非常的正 不是很 对 就是两一张 不是很符合 AI的思路 就这样的话 就是下到19的时候 就是 科捷先出手 这样党一飞 就黑棋 转入一些时空 转入到一个 相对来说 防御的一个姿态 不过我比较喜欢 白棋的招法 因为 主要是AI的招法 我也学不太会 白的招法 看起来更亲切一些 对 比较容易理解 我走得很宽阔 反正我们接下来看到 你不攻击 但是人家会出招的 人家就来了 对 就是这个棋 就是有点把主动权 交给白棋的意思 虽然说这几部棋 不是坏棋 但是 我觉得还是想靠 靠起来 就从心情上 还是想持续给他压力 因为这样的话 大家会看到 当白的飞过来之后 白棋就会感觉 好像更舒展一点 而且黑棋被飞压之后 这地方肯定不能忍 千万千万不能爬 这边的外事 就全部没有了 拖线不好 拖线它挡下来 这个边也 就烟消云散了 所以说它飞压 其实某种程度 是一部命令棋 就黑棋的角度 没得选 只能冲断 对吧 但是这时候冲断 全部就会看到 这个棋子 其实就会显得 稍微有点迟缓 就是等于是 刚才是你主动去求战的 现在是被动的应战 就是这个主导权 棋盘棋的主动权 现在就交给了白棋 虽然说形势肯定是不差的 毕竟这拿了那么多实惠 拿了那么多实控 但是我说的是 双方战斗的主导权 就有点交出去的意思 所以不知道这时候 打印非是怎么想的 就是照理说 我觉得靠起来会更积极 而且接下来 断完之后 就进入到一个柯杰的表演的时间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柯杰其实很擅长下那次这种 我觉得就是 那种左右 左右腾锣 也不算乱战 就是双方都 搅在一起之后 他的那种转身跟那种 他那个灵活 灵动 对对对 他不一定是直接跟你那个刚正面 不是这种 请 他实际上打两下 就是先手 就有个刮 是的 打完之后 他不是大家 就传统意义上的这样下棋 这个就是 对正面 他不是这么下的 他一定会有自己的一些 很清零的手法 请我说 那这些死怎么办呢 他本来也不是很重 没错 你吃了他之后 嚼花了一两手之后 其实仔细来看 你的付出和投入 只要他别的地方 能拿到便宜 是的 是能够接受的 而且这种清零的下法 就会让 他的对手 就是我觉得有点不适应 因为他的起诉 会变得很快 就是你的 你的速度和你的 这个 思考能不能跟上 他的步伐 很难说 这也是柯杰 我觉得最强的 一个技术环节 是的 就是 可以说是现在 当今 其他应该说 独步天下的 一个技术环节 就是这种 清零的腾落和转身 在这种 看起来乱战的 这种环境下 他不是直接 跟你刚正面 是的 所以这时候 有点为黑的三星 我们来看看下一步 为什么他这么强 就是因为这些 对 我们来看下一步 他的处理手法很灵活 他这一步 就是会让你 进退 很两难 有些时候说 那我干脆把你这搞定了 你搞定 他就不要了 脚上用个夹 你立下去 他就有个挖断 你粘上的话 他度过 你难道还要花一手 骑在这儿再吃 你断哪边 他就先把哪边吃了 然后这边再跟你 因为他这里没死 他以后再跳一下 你吃了 他又脱先了 对 你不吃 你未拎死 然后脚已经被他 莫名其妙给卷没了 对吧 这三个 其实我们说三个怎么办 以后你打他 他又不要了 他三个都不要了 他这边很大 没错 你这个脚已经付出了 将近20目 甚至20目以上的 这个实力的话 他其实这边 哪怕全死 也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你保脚 他就撞击一下之后 一定对这边战斗有用 这个我觉得 真的是深得AI的精神 对 你不保脚 他就进脚 是的 因为我觉得AI 他气质 其实特别多 但是我完全搞不清 应该什么时候应该气 对 所以说看到这一步的时候 我觉得今天的党一飞 应该我觉得心里 有可能觉得 有点后悔的 对手如此强大 我的策略是不是没有 不是 我觉得他也许会觉得 这部球有点后悔 我的策略好像没有好 不 早知还不如自己先上去 因为战斗 战斗是躲不过的 就迟早都要一战的 是的 还不如自己主动求战 这样的话 他科学这样被动 靠一下就 全部看这个家很讨厌 正常是要虎了力 但你虎了力之后 他这里多两个子 他这边战斗的时候 一定有用 就是黑棋会显得 有最大的担心 不是战不过去 最大担心是黑的子笑的重复 就什么时候莫名其妙的 吃人家好像也不是 对 科学一定会弃子的 很麻烦这件事情 以我对他的了解和经验 他不是这三个气球 这三个会弃的 他一定是弃一边的 他不会说是跟你说 这么硬 你吃它它就给你了 但是你吃它 这过程中 可能要付代价 这个其 反正 我看到这个一靠的时候 我如果下黑的 我也不知道下哪了 很难受 就这里也有家 比较难办 确实 反家也不合适 反家怪不知道 家哪里 还是有家 是的 你唬完之后呢 你总不能让他 先手扳一下 太痛了 那肯定得立 那立的话 它就跳回来了 人家处理的太好了 这样你再长 它就可以拐了 你这个冲断 有这两个子 这冲断 它就可以爬回去了 没有用了 是的 我来给大家看看 你本来长的话呢 有个断 这样它应该可以拐在这边 是的 你断下来 它就爬过就好 这个子无所谓的 或者它挑在这也行 这好难 贴也行 就这里它下法就很多了 因为它有两个子 接印之后 就怎么下都有理了 这个其实我虽然不确定 它走哪 但是它一定是便宜的 它多这两个子总好的 对吧 所以你这个 本来是要长这边的 现在你长这边的 意义就很不明确了 因为已经冲不断了 现在看起来 黑旗当初这个冲断 好像断了 这断在这干嘛用 究竟 但是你也得断 不断 它非压 你总不能让它倒 不断也不是个事 不是不断 你也没吸下来 好像也只有断 对 就是感觉有点 速度上有点 有点被动 被人家飞压的时候 就很难办 你不走也不是 你爬底下 那更不是骑了 你冲断呢 当然了 抓不住人 这个骑 胜负也还早 对 毕竟 白的也是看着 看着下得很华丽 没有拿到特别多 实质性的东西 没错 所以这个骑还早 我们来看 所以说这边长不定 它往这边长 长一天 是的 然后白鞋拐了 白了就先就地 把油边活了 这三个你要飞过来 它就肯定就类似这种 那肯定了 这三个子不重要 你再怎么这种吃 肯定不行的 吃它就直接脱线了 不能这样吃 人家棋子 吃棋子 它就搭上去了 这毕竟不是一个吃棋子的游戏 所以说你如果这么走 它肯定会逃的 你这么走它就算了 因为吃住这三个 大概也就不到拾木棋 是的 这边黑的白的 已经安定了 已经把它的 这个模样都破掉了 下部棋也很清零 先试一下应手 下得非常灵动 走到这 就先问问白的什么意思 首先这肯定不能被跳下去 对 如果你补棋 我就留了一个虎过来的 一虎过来 我看这上面 就以后一逼 有个形式 所以说特杰也是担心 它这边也虎过来 这肯定不能反击 这跳下去 跳下去就爆炸了 这里不能冲动 就被一分为二的话 两块其实太苦了 肯定是要靠的 肯定是要挡的 它挡之前 先打了 也是无奈 但打的话 下面这个 以后这个逼就没有用 是的 本来它有一个逼 所以黑的非常难受 因为下部可以点完爬回来 点黑白的是 黑的是挡不住的 所以这个打一下其实也挺 打一下挺挺挺损的 挺不挺不愿意的 比如说像我 如果我像我这种柴米的骑手 我可能 宁可让留个让你留个虎过也先考 虎过还在说 不肯打那一下 不太肯打 因为我这边拆个边 这边点了可以爬 你就点 这个形状只能接 它挡不了 下面脚上气不够了 是 所以这个白黑气这步骑呢 可以理解为 我就是逼你要你打这一下 对 就是你打了 你这个头我封不住了 但是呢 我这个木好 如果你靠的话呢 我也不知道这部虎有没有用 但是呢 总而言之呢 我掉下不亏 我留下了一个虎 没错 总是好的嘛 我考验你 因为你靠完之后 有可能你就没机会打了 以后这边 直接被黑的虎过来 你自己选嘛 就是 你总得付出点东西 付出点代价 这个某气就会非常的让人 痛苦 挺讨厌的 非常的讨厌 就用适应手 而且呢 它是在局面没有定情的时候去下的 你现在根本就无法预料是 损控好呢 还是那个好 还是那个让他虎好 这个人是完全无法去判断的 只能凭感觉 对吧 这种时候我就在想 如果换成赵志勋老师来的话 会不会长考一个小时 然后决定要不要打的问题 如果是赵老师来有时间的话 赵老师一定很有可能会长考 因为确实很纠结 这个打轻 我看到把这个点卖了 就是这个搅晃上 使空黑了就很实在了 是的 这也是黑棋本身调的目的 是的 那你单靠的话 以后就打不到了 他可能还直接利收 护过来了 实际上的话 科技还是顾全大局 好难 很难选 这个时候 我觉得如果齐欧 我们下这种棋 你就随便找一个选 我给大家建议就是特别简单 你反正也想不清 反正也想不清 你小一个小时 这件事情 浪费了时间 如果比赛的时候 你就随便找一个选 对 就是你觉得哪个看得顺眼 就选哪个 因为关系肯定不是太大 不要太纠结了 你纠结的话 就是浪费自己的基本用识 导致后面过早进入独秒 对 时间不够用 所以说科技打一下 也没什么错 这里的话 会看到 那肯定不能这么吃 所以要反加攻击 对 这个肯定就不能让吞了 白的要逃的 是的 挑出来 这个一定是要逃的 让黑的继续追杀 我发现现在党一飞的棋 原来我觉得他还是一个均衡派 最近感觉棋很凶狠 我真没觉得他是均衡派的 我觉得他还是偏于战斗 但是他没有感觉今天那么凶 那么战 今天你不觉得好直接 这种棋 直接就是感觉扣你头的那种感觉 就给你盖帽的那种感觉 就直接无敌点了 就告诉你我要吃你 其实这步棋都不用 大家看这两步棋 都不用解说了 意图非常明确的 就是要吃这个 那肯定就不能让你再跑了 再跑了 那黑棋在干嘛呢 就是一个字开吃 吃 而且损失 其实这边会损很多空 是的 他也不在乎损空 就是好 现在其实怎么感觉 这个下的那么的简单 简单直接明了 原来在我的印象中 打一飞是一个相对比较全面的棋手 至少虽然也是偏战斗 但是至少没有那么 就是下棋没有那么直白 还会稍微摆摆造型 我们绕着对吧 绕着走 今天这个就直接开吃了 但这里有个问题 就是这样下棋 其实 就是个双刃剑 就是说 对吧 吃住就不了了 如果把这全给涂了 那肯定这损多少空 是能够回本的 但是万一有一个问题 就吃不住怎么办 对 就这里的空 至少损失有20摩 万一没吃住的时候怎么办 他现在先考验你 反正我也不那个什么 不跟你客气 你要是跑呢 我就把这个断了 关键是科杰 其实很擅长下 这个先捞 后治骨后洗的棋 对对 这个 而且他还有灵动的一手 转身跟棋子 其实这种直线进攻 他不是很怕 我觉得科杰 就是他在棋路上来说 科杰并不是特别的 出这种直线进攻的下法 就他首先 自己的治骨能力很强 第二点的话 就算实在治不了骨 他还有一手转身跟棋子 就会让你 就有可能是 有些时候吃了也不够 所以这两步棋是不是 要不 但他确实也不知道下哪 退这个 对 我深想说要不少损点 退一个挺好 退一个比长一个好 感觉少损点 因为下部这段 你沾的话 我们少损一点 是的 这样出来算了 靠肯定是要靠的 不能让黑白的脸 那如果说藏在这 白起假如说是 在这边硬的话 你是打算 我先搭一下 先搭一下 然后打照照死他 或者跳吧 我担心照了不够 我不是担心照不死 是这个意思 因为照了这边 你拖几下之后 我其实也没多少 是这样 这个要看判断了 因为这种棋 好难 不是 这种棋最怕的就是什么 最怕的就是我吃了之后输了 是啊 很有可能 就是我招来这个位置 大概率你不会跑了 我就靠这个先生 你应该得这里得挖粘 挖或者单粘 反正这俩差不多 然后我招大概率你不会往这个风里跑了 因为这里还牵了冲 但是呢 你从这拖完之后 本来我也生不了 以后这弄了一下 我生不了多少的 我觉得可能我还是想跳 你出来再说 那么就是说白旗的总体的指导思想 还是想把它弃了 然后就是 不知道 白的指导思想 让我可以明确的一点 就是他知道他先捞 捞完之后看 这边我再看 先把这二十 这个边的二十木群先捞了 这是科捷的指导思想 捞完之后呢 看看你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是那个大吃 我没准也要逃的 你小吃就算了 就伺机而动 就是反正呢 你损了 我先装兜里再说 因为这里八个四个子八木 加一些虚控 其实也就不到三十木 二十多木 这里已经损失将近二十木的情况下呢 白旗其实这个时候的选择会比较多 当然如果能跑出来 肯定是马上立马优势的 不用说了 但是呢 如果实在跑的困难 他也可能用一些弃子的图 因为这里毕竟靠退完 把这个边全卖了 已经很损了 还是要看情况 那看来 对 白旗好下 白的反正先捞吧 白的是绝对不可能让黑的断这个边的 对 他不会 我拼命一头跑这个 然后让你把这个断掉 这是不可能 白的一定是 这不可能 一定是先捞这个边的 对 捞完之后 再看你的动作 再决定这个棋子 是陶还是那个棋子 就是黑旗的角度呢 就是如果是用实战 那个党一飞的长的 那就黑的也没得选了 一定是最大限度的吃 对 我看党一飞的意思是要 要大吃它 我们看接下来柯杰 柯杰就捞得更狠了 比刚才很多了 对 这个小手巾 黑旗没有任何 在这一瞬间没有任何办法 不可能吃 非常想吃 但不能吃 这一冲就垮了 挡不住了 已经 如果说挡的话 那就打完了一打一长 我们给大家摆已经死了 已经留下了 其实low吃你也不行 但是呢 其实还有长 对 就其实low吃了出去 可能白的也黑的也不行 但是呢这样其实是一个长弯之后 全部看到是一个 你哪都 反正都不行 正好鼓入器 哪都不行 单口器就不够的 断这个没有用 黑旗白旗 打到下面延弃就行了 对 所以下到这里的话呢 那个你是绝对不能吃的 不能吃呢 你只能后退 那这个打也没意义了 你不打了 只能单退 那单退的话呢 柯杰先把这捞了 他这还剩个什么爬炸身腿 连脚上部都给你卷了 这地方就再说了 这感觉黑旗吃的好像要哭了 所以下一步我们看到党印肺就是 那个吃到了最大限度 先靠了一下 靠住他的先手啊 这里挖受不了啊 对 就他吃到的极限啊 他吃在这里啊 什么叫极限大家看到了 他不是说赵不死 这个极限的意思就是说 我把这一步都要撑住 然后看着你这儿 因为这里冲断的味道很差嘛 会有余味 他沾完之后呢 这里断先手之后呢 上面有很多先手 你死到你你死了 然后你这个断完 你不要小看这个断 你这大身腿伸不动了 这个时候其实白的是一个抉择 是的 其实这个极限是可以考虑 不跑的 我觉得 比如说在这儿 走一个 对对对 这个挺大的 甚至就死了就痛快了 这个 自己的兄弟们那个上路 上路 对 这样的话呢 你也就别惦记了 我就就告诉你们 你们没有没有 要直接了当 没有兄弟们就你们 你们是那个自求多腐败 就是大概这个意思啊 因为其实 虎在这里就 因为这样的话呢 以后断 我们就不用吃这个了 我们可以下打 就可以把这边关子给扛住 对这下其实差挺多的 你搬我就退 是的 我先把这个给捂住 请我们看 这个边其实已经 围了三十多了 这是二五一时 四五二时不是二五一时 四五二时加上面下面的 这些空已经 白的增加三十多目了 这四个其实是可以死的 总共加起来也没有三十目 这里我还能扒你皮吗 以后关子 对 这两个吃是能扒皮的吗 你也防不住 我就不跑了 起码这三十多目捞了 甚至你张我就先 把这个头给拐过来 把这个左边全给推上了 这样打断就没用了吗 我们就可以下打了 我觉得这黑棋 这里面他怎么也得想点招 如果说这黑 你最多这儿有点起 这肯定没起了 怎么也得想点办法 我觉得很想这个往前推 真的 如果说黑棋是这个图的话 这里面全是白的 这肯定也不行 肯定不行 如果是中庸一点下法 是可以病的 把这个段给补了 就正常 比较正常的想法 把这个段点给补了 对 中庸的下法是病的 主要是把你这个段的时候 我可以打到 对 然后四肌以后还能飞出来 你要补齐的话 我们也可以插上面大厂 因为这里收获 其实球门已经非常大了 而且病的话也非常舒服 以后关子可以直接往里生 只要这个段点不存在的话 直接往里生光这个地方 就得插六七目级 差不多一个贴幕吧 就是六到七目级 所以说这部病 其实也是非常棒的一部棋 我觉得 但是这个可能是一个 比较理智的行为 我们来看看科学的行为 科学的行为就充分诠释的一点 就是有些时候下棋 够黑的 高手下棋叫霸气 这厚挺黑的 就是什么意思呢 我的是我的 你的不是你的 你的还不是你的 也是我的 你的不是你的 就是我们绕了那么多弯之后 最后科学一想 道理我都懂 这些道理科学一定懂 对吧 什么效率都懂 只是说我不想下在那 但是现在有一个更直接的引法 就是站在白旗的角度 我把你的破都破 我如果这时候 我已经拿了二十多目了 我如果再把这四个子 能活出来 我们是不是直接就 就可能要赢了 是 我不跟你扯那么多 我现在病了 你吃一个 我确实没亏 我甚至还感觉 还赚了一点 这个局部 但是呢 站在对局的角度 这个事情不够直接 你下这 估计黑的可能会下这 补在这 它总不能补在里面 对对 顺便把你这些吃也给缝了 大概就下这 或者是拍这个 就类似反补在天上 对 这样的话呢 肯定是一盘漫长的棋 虽然说黑的 白的我感觉是不差的 但是黑的把这四个吞掉之后呢 棋肯定还是尚可一战 白的就算是优势也非常的微弱 但是如果站在科技视角里面 如果这是我把四个逃的 那是不是就不是小优了 这有点太过分了 有时候你很气 但是呢 你的对手 他就是这么 他就是这么气你 他就是这么来的 有时候下棋不是讲道理的 是的 他就是仗了自己有实力 他就欺负你 我觉得从棋理上来说 应该是走这边的 按理说是应该能下的 算了 因为你刚才已经这样了吗 都已经这样了 人家都已经回到这了 你还想怎样 而且这部棋明显有个断 你想怎样 断完之后有个断点 因为断完给大家摆一眼 断他只能这样吃 断他也肯定是这样吃的 但这样吃第三下之后 味道非常差 首先这第三下回得不亏 以后这里拐 他可以是甚至铺完之后拐 是或者单拐 就他这里 他看情况 他可能这一期还不能随便 就上面用完之后 对 这一期他肯定不会随便 他是可以这么去收束的 大师接上 他先说拐 这里个大生腿没有 至少就差了七八目起 六七目起是有的 就说他这个断本身是有木的 而且他断完之后 你再补都没法补了 你补这里 上面还有借用 你补这里 这个地方掉一个天幕 所以等于他断完之后 他是便宜的 跟刚刚的单并比 单并的话 等于是把所有的这些 后续都扛住了 他断是有 这个其他是不亏的 而且全部看 断完之后 这里有一个这样 打持的先手之后 这个天上有无数的先手 这一带什么这这这这 全有无数的先手 你这个地方 其实逃窜是非常危险的 是的 稍微一插到边插到这个位置 就很有可能被反包围 按理说白旗下这个 真的是有过分的 所以这个时候按理说 是没有必要再去跑了 而且本身断是有木的 对 盗完黑白的就没法补了 已经怎么补都亏了 嗯 你肯定不会在外面 自己在走 就是说 其实 变一个会非常的重拥 我觉得非常的棒 但是呢 他没有必 他决定还是活出来 更简单直接 这其实下的有点火爆 我觉得这算是一个 快骑的特色 如果下慢骑 我觉得可能科技 也不一定会跑 这个时候 我觉得他们肯定 没进入独秒 但是 这一个小时保留时间 反正早早晚晚都会用完 就是如果是 为什么我这么跟大家说 如果是美方三小时的骑 这个逃跑是很危险的 有可能以后被别人 敞考完 就是在跑的过程中 可能会被 会被狙击的 大概率会被吃掉 反正有死的危险 但为什么说快骑 他倾向于跑呢 因为快骑 就是刚才我们介绍的 球爷爷介绍的 就是那个 双方是美方一个小时 那下到一般情况下 下到六七十步 七八十步 应该双方一个小时 都用完了 这样的话就进入到 一分钟一步 一分钟一步 你要算清楚 怎么杀这条龙 那就不一定了 可能性非常低 这件事不容易 所以说我就挂在那 让你杀 你可能也选不对点 这就是下棋的技巧 我觉得如果慢棋 可能就病了 快骑的话 他确实有 还是有手想跑 因为手摆了 一你不一定杀了死 二的话呢 就算我下错了 你能一击置身 但是你一分钟 也不一定够用 这个不是说 大家开着AI 说什么胜率的事 因为你一分钟一步 你凭什么能够 招招都杀到我的 那个要害上 对不对 而且是没有延时的 到一分钟 你必须下的 就每一手 必须在一分钟以内 你不下就超时了 是的 所以说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 科捷逃的一个主要原因 因为他只要一逃 绝对时空就先领先了 对吧 然后呢 你还人还很气 你肯定想杀他 你肯定以后想杀他 杀他的过程中 那个一旦 一分钟一步 你下错一步 我一火 直接就完就赢了 比刚才那个来得快 对 那个还得慢慢来 来得快 好吧 我们看看白旗怎么 现在黑旗打在这 白在这里 打这个也是 防止对方 敞望一个反攻 他自己 而且打完之后 这块旗其实没有完全活的 上面加完之后 就算说不死 这地方也被刮得很惨 是的 你总不能 你总不能这两个被割肉吧 所以说他加 其实也不知道怎么防的 反加的话 他吃回去 这个眼味其实是不足的 你力是足的 那两个被抽受不了 这本身打吃在外面 也是一步大戏 打不出戏也是不大戏 而且以后逼过来 这边上面也很大 是的 所以这步戏还算是比较冷静 非常中坑中址 人家飞龙 冒火了 心里开始 这个是常态 如果这些冠军们 那么容易上火 他们就不是冠军了 虽然心里很气 但是呢 这时候还是要 从上机 冷静 从上机 断打 这几步看起来 是很痛快的 但是呢 但这步贴 其实也是自伤的 对 你万一到时候死了 站在上面的角度 这个是要贴的 要被冲断 但是站在下边的角度 沾完之后 再加一个 这个加就防不住了 本来你还可以用 上面的这个缺口 甚至这个沾的 淫约的先手 来防这个加 现在的话 这个加就彻底扛不住了 以后 不管从棺子还是厚薄 也就是说 甚至有可能你这里 需要以后 需要去提一手 你不提这个子 一旦被拖出来 你眼位是不够的 这块 这块其实有隐化 或者它搂住你以后 对 从外面打住 它打住你之后 再一加 你一定要 这里面好像会被挖得很惨 就算能活 这个木也一塌糊涂了 是的 这有点惨 所以说这个棋 最大的问题 其实是柯姐跑了之后 现在最大问题 跑了之后不一定赚 而且必须得接着跑 不跑就要出事 这说啥能不能病啊 不知道 现在病一个 我觉得这黑棋脾气再好的 上火了 不是 因为真的不想被断 断的话 主要是木太亏了 这我要是不供你的话 我觉得我都对不起 要不这时候再再再试一试 这个纯属 让人家逼上两扇 就没路没活路 至少那个肉眼是活的 吃不死的 反正你最多是正我能煎吧 苦就不谈了 先我们不谈苦的事 不谈日子难过的事 而且煎完你自己也在里面 我是不是这期再 反正都捞成这样了 也对吧 反正都撕破脸了 要不再病一个 因为刚才我其实断转黑的是转的 断三下之后 你就病不了了 对 对 这地方 这个贴幕很痛的 这个贴幕非常大 你贴幕还像拐窝可以一路断的 这啥都没有 这是个后手 你还得挡回去的 你拐都不是鞋 拐窝搬你还得跟着阴影的 刚才是全部都收紧了 是的 这地方被黑的断三下之后 就亏一个贴幕 这个要不还病吧 反正都那么黑了 反正已经这样了 反正我们都已经露出这种猙獰的面孔 如果这白鞋真的这么下 我觉得 断云飞脾气再好也会上火 我反正也不在乎你上火上火了 你该上火就上火 我这部期下你早就该上火了 对吧 我觉得下部期 客家这部期稍微感觉有一点温柔了 反正 而且关系你正其实 为什么说想下这部期 因为你 首先你这个读不住我 你飞我飞肯定是活的 你正主要是你这个职员正 你现在不敢乱正的 你自己在里面 这个正太直接了 我可能会下的远一点 我觉得 那你反正封不住我 你总不能把我靠死 所以肯定靠不死的 那倒是 对吧 反正一眼看不死 死不了就先捞满 反正我死不了 是吧 你的眼先捞满 反正都这样来 我觉得真的很想病 这一病整个的目术就绝对领先 因为以后这个大神腿 白的黑的这个脚就没什么空了 真的想病 这个也是一种下法 反正都堵了 就是堵死活了 就往死里整 这步跳会让黑棋稍微松口气 就是因为黑的断完之后 他其实是狼步的 他主要这三步棋 他不是说他送死 对 他等于是他是便宜的 那一看就是 特别觉得被人家断两下 特别不舒服那种感觉 是吧 他实战就是这么下 断几下之后 其实黑的是能够慢慢周旋的 对 就不着急了 这下 因为下面等了 这个大神腿没有了 下面得了一个天幕 所以你想白棋 虽然把这一串 好像看起来跑掉 首先他这个冲断还是存在的 其次这儿黑棋 已经拿了这个打吃这一手大棋 而且以后这边逼过来 他也可以重振旗鼓的 所以你跑了 我严重怀疑 能不能转 而且这里打先手很多 白棋很转 他在这边碰靠 本来你是可以 比如说反扳 什么打断的 现在你绝对不敢了 这地方借用太多 你肯定 可能就只敢 偿或者退了 你肯定不敢这样硬斑了 一般这个随便卷卷 感觉就要死了 对吧 这边也会牵扯到这边 这边的战斗 左下 他至少这步靠你 应该不敢发力了 这个牵扯太多了 这边 这个是绝对不能被打死的 对 这个字被提掉 所以说 这个时候稍微感觉上 走得稍微的 有点 有点保守了 这样的话 感觉黑的就缓过来了 就是黑的就 因为他这里是得木的 他就能下来 比如说他现在碰靠一个 你可能只能立了 他就是这么下的 那他碰靠下又便宜了 肯定便宜了 然后白线只能单立 那没办法 所以当初这个跑 真的是不觉得便宜 我觉得跑也还凑合 关于刚才 刚才要病在这 低的眼睛病 对 全捞光 就要常考 然后考虑 就是要大吃他的问题 那个吃死了 当我今天倒霉 吃不死 我告诉你 你的日子非常难过 说实话 黑的空构的概率 就很低了 吃不死 因为这太大了 吃掉好像不太容易 反正一眼是吃不死的 你怎么缠绕攻击 我就不管了 那就听天由命了 对吧 就那个我们看不了那么远 至少直线是吃不死的 我觉得真的不想挑 真的 这个被断几下 这还被便宜一下 这一下情络会看到 因为其实没有太大收获 这里掉一个贴木 你才跑了20木 他又抢了个打 这个打也有价值 对 这个打很大 如果他把这边 比如说他把这边破了 之后这边 把这个边破 他也 其实黑的已经收获了 十几二十木了 而且以后打住之后 你这个家是要被刮的 本来你不逃 上面都是欠着的 这个家没有什么用 这块其实肯定还要被刮点关子 所以算总账可能不赚 这个时候 而且还有个问题 你其实中间还是薄的 他中间随便走一个都是先手 这个都先手 其实你这几个还是危险的 没错 所以我觉得就真的 就是应该狠到底 这下不能被断 这个被断 很明显感觉这个棋 又扑朔迷离了 我本来刚刚我觉得 看起来柯杰下的 会更加灵动一点 可能柯杰没有预想到 这个断这么大 我相信他断完之后 他应该明白了 断完之后 他觉得这个断可能比 比预想到要大很多 就断完之后 他就知道亏了 觉得断一个好大 这不断完就不好走了 然后黑气肩冲了一下 这你也不敢反抗 平时你都是能从这边走 现在你不敢走 这边走硬了之后 你这个天上 你现在靠这种 他甚至直接就挺中间 他都不要天了 这地方一卷一卷 你可能就进去了 这边全牵手球 他可以这样打的 这样搂的 所以一飞 很危险啊 这个龙 可能这个都不敢走了 对 要不贴这个 要不飞中间 他敢乱中 他就飞了一个 你得先走中间 要不然他飞过来很危险 黑的把这个打击 这也就是 一他自己联络 二的话 以后 要刮你 明确的就是二路加 我要刮你 我要刮你 毫无疑问 然后下不棋 我觉得下不棋 就很明确的 柯杰 这叫亡羊补牢 一定意识到这个棋 现在这个局部被断亏了 不是想象中那么好 一定 他之前的预想 绝对不是现在这个下法 这不棋应该是亡羊补牢 就是重新下的很凶狠 他爬了一个 爬 关键不是两木齐 这个不能乱糊的 乱糊以后这里 会有一个段的这个味道 等于是这个地方 黑的就冲不过来了 永远的冲不过来 而且有时候 他还有可能有这个段 就他这里 就是你有气的问题 比如他这里 对 而且你先掉两木 这个很重要 白亏两木 是的 白插两木齐 白插两木齐 而且这可能还不止 还能够试一下 还不止两木齐 所以就没法硬了 但不硬的话 以后黑白的挖过来之后 这些收齐都没了 也就是说这部 是不超级过大关子 但黑棋它是有机会先拐掉 但是它也很纠结 它不好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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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拐的话 这个是亏幕的 单拐它是就并回去 然后以后 以后有关 它不能单拐 它只能是铺 但铺的话 它上面没用 这个棋没有用到的时候 它是不能够铺的 铺完了 人家打这儿只剩一口气了 上面就没了 所以说它这个黑的是没法拐的 就是黑棋肯定不能 黑的只能是天上这下走完之后 先走完 然后再走 它就马上扑 是的 所以说在你没有走天上之前 白的是有机会爬地收的 就是重新下的 但是说实话 你这时候爬 中间这 这黑棋不可能硬它 不是 这样的话 中间这边也是个黑子 这已经口堵上来 说实话 我觉得比刚才病还危险 你觉得人家是脾气太好了吗 科学的这个选择 其实比刚才就是 我觉得它不去跳这个 别直接病还要危险 请我们仔细看一看 把这几步摆上 它飞 这个脱节的硬 这时候还该挡一飞下 就没看到 还该挡一飞下 其实是非常的凶险 因为整个的中央没有眼位 而且这个子很有可能被 直接惊吞掉 就是以后人家通过这边的攻击 走完了之后 把这儿 比如说这儿 这儿 直接挡或者尖 直接这样就把你杀了 就直接被吞了 所以说这个下法非常的冒险 但是这步爬我觉得能理解 因为确实太大了 请我们仔细看看 它如果再挖沾的话 这个木实在太大了 如果说爬的算黑气拖鲜的话 那确实有点矩 这个木完全 20木肯定挡不住 挡不住的 这还有跳 确实这个时空实在太大了 它先捞的再说 而且这里还有个断的味道 这边断完这边断 还有点不太余味 看起来柯杰今天的策略 就是把空全部捞掉 把能捞得住 我觉得这个策略会非常的有效 尤其在快气当中 对对对 觉得更加有效 其实这句话我觉得非常的精疲 就是说如果下的是慢气 先捞 然后堵死活 堵大龙死活 不一定是好的策略 但是快气 由于对方没有时间计算 大概率杀不到那个要害上 因为杀人的杀齐的难度会更大 需要计时时间计算 但是快气的特点 导致他没有时间去算 所以这时候堵大龙 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反正下期都得拼命 不过如果说你没有 就对自己活气 不是很有自信 像我这种对活气很不自信的人 我觉得还是不要随便乱施了 那当然了 我们是站在 我们是站在柯杰的角度 来聊这个事的 如果齐文说我们战斗 很害怕别人吃我们 那你还是下得稳点吧 就刚才齐悦说 我是站在他的角度 就是说任何的战术 在快气的时候 堵死活堵大龙 这个让对方来杀 其实蛮不错的 对没错 这是一个很好的策略 只要是能超过50%的策略 都是好策略 因为都是一个概率 好吧 这期呢下到这儿 白旗刚刚跳了一个非常凶狠 那接下来就看黑旗 要怎么去攻中央这块 毫无疑问黑旗要动手 应该是至少这块不会死 说白了 看黑的能拿多少便宜 但是白旗这已经把这个二路爬都已经争了 这好像黑旗也没什么可退 黑的时控肯定是岌岌可危 对 是的 只能通过攻击 看能拿多少便宜了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吧 一会儿回来继续欣赏这盘这么精彩的对局 好的 一会儿见 天原围棋公众号 加入成为天原围棋会员吧 好 欢迎回来 我们正在为您讲解的是2021浙江贫湖 当湖时局杯CATV快旗赛 现在是决赛由党一飞直黑对柯杰 刚才和彭老师为大家讲解到这儿 就是这个白旗把这个二路爬给抢了 现在轮到黑旗出手了 出手必须得出 这里的话其实选择 再不出手 选择不多 首先这里不能冲 冲的话没有意义 断不掉 会被这样打出来 这样的话就不是攻击了 就送活了 对 是的 挡不住了 所以说他 那他这里也不能为黑的白的 去下一个跳方 整形 就黑系下一步 其实应该非常的明确 应该就是在这了 如果被白的占据这个点的话 我们会看到 那个 首先自己还有 被反攻的危险 关键是正好搭了一个我们围棋中数语叫那个猴子脸 小猴子脸 对 这样子的话顺势他就能 呃 白眼 所以说好像没太多选择吧 就是这步只能点 那点完之后 下一步棋就看他的想法了 如果是要屠龙的话就藏 这个要吃人家好难这件事情 不就说我们是站在眼威的角度 因为这被一虎的话 基本上也就是说就是只是一个进攻了 是的 因为虎的话全部看没法冲了 自己就还有 对 这个子含在嘴里 黑白了一定能活的 所以说如果是要屠龙就只能藏 然后白了就往这边跳 然后再接着轮 就是 就是 我就看他这个地方 他是不是有一个眼位 他这里是有个眼的吗 单小间他是怎么破眼的 这地方应该有后手一个眼 但是那也不一定 为什么呢 你断我的时候 我要真复理 我就一路顺了 我两个也不要了 我要真下狠手的时候 这都看不见 我就直接从这边顺了 我就都不要了 所以说这里的话就是 这里一个分岔路 就是如果是 他的屠龙应该是这么下的 压这个 或者这样 这好像吃掉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就看他是敢不敢的 因为我觉得他这个断一个 是的 这边有怪位 这个断一个 断 你打这个我可以从这打 那好歹能把你断开 就断一个 我确保是先手就行了 断一个 你断我家 其实也不一定 这样也不一定 如果我 我撕破脸的时候 就现在我肯定是让你断的 就如果我要撕破脸的话 好像也 我要吃一个 我要吃他 粘住 粘住我 藏过来 藏过来 我觉得你好像脸不伤 我好像也脸不伤 脸不伤 不容易脸上 洗的话你可以冲 对 好像不容易 那如果这个断是先手的话 那黑的确实不太敢 他这个断一个先手 这边 这边把黑色的联络 有点小问题 主要问题是 黑的比较担心 那就是说可能藏不了这 那就只能肥正了 那肥正的话 白的一定虎这个位置 虎这个位置的话 基本上就活了 这个打吃是先手 决先 你得破对 然后我外面再做一遍 也还不容易 就是说其实虎已经活了 虎就变成一个收官了 就是说黑的 可能拿这个便宜 和拿上面便宜 对 就是或者什么 在在工艺下之类的 把比黑的白的做活 就这个 这个非呢 就是正头 就是收官的意思 刚才确实 可能自己有点点薄 是 不太敢贸然的下死手 但是这样看的话 确实当初这个 白契这个爬 真的很凶狠 非常的 很减敏 可以说是 把这么大的一步爬 该出手的时候 从来不手软 绝不要手软 对 他如果不爬的话呢 其实防守的话 白黑的马就不把这个扑掉 然后比如说把这个压住 或把这个打下来 那黑棋 我觉得这局面 就会缓和很多 至少这个棋 其实控都基本上追回来了 又变成一场漫长的一个关子战 被爬了 把黑棋逼得都没有路了 因为他没法护 护上面还签个断点 对啊 下面还亏三木 没法护 那不护的话 木就以后一定被挖的 所以这个棋 可以说这部78 我觉得跟之前病是异曲同工 对 就是他亡样补牢了 要逼人了一下 把这个空一拿 逼那个党一飞去做决断 实际上的话 确实好像看起来长吃 吃的概率比较低 这样要吃掉 看不太容易 很想长 只能这么说 但是呢 确实不是特别改 但实际上这么下 我觉得 说实话 就算是军事 这样的下法 其实我们会看到 攻击的一方 会更加的难以掌握 而且呢 他唬完之后 就刚才说 其实随时一吃就火了 这里也要红点 这个工业 这样的话 黑白的就可以先去折腾 黑型 他肯定不会轻易吃的 他会先去外面去搞事情 说实话还是想尝 别的我尝了再说 有时候真的 那我就不刺了 你跳过来 我就先单飞 其实 该动手的时候 其实你也怕的 因为为什么 我心里有点含糊 其实这边 我搭肩膀 这边也有借用 对 你暂时是过不来 基本上你靠一个 我总是回退的 那这边暂时 你也断不开了吗 我尝到这里 黑白就没眼 往这边 我先逼你再说 往这边飞 肯定是没有两个眼的 然后有什么再说 其实白的也虚的 而且如果是断的话 全部都看 其实损失也很难 哪怕我补一个 我现在觉得 好像这个下期 有的时候 尤其这个筷子 又比谁敢出手 你断的话 对 虽然是凶先手 但是我走在这 或走在这 你这个木也是巨损的 我以后有可能 有收空的 回手收空的可能性 如果你要靠断活的话 其实 把黑的是有收益的 你不靠断的话 其实这里 我暂时也没事的 逼着眼睛先上 比两斤相遇勇者身 因为这个地方 背一虎 演就出来了 挺 而且本身也很大 这边都是木 彭老师当时 当初下那个 龙心碑的时候 成绩这么好 是不是也是 盖出手的时候 就出手了 不是 我觉得就是 怎么说 就是有时候没办法了 你知道吧 因为这部 这个盘棋是被柯杰逼的 对 真的是被逼的 不是他想去杀他的 然后爬一个 这把人逼的没活路了 我就真的想藏 因为虎确实太难攻了 你如果就这样 外面照一照 首先 你也不知道是先手后手 第二点的话呢 就算先手 你其实也不知道 为什么 照这个拿到什么 确切的收益 而且这边这个子没死的 你还得回一手的 万一中间后一后手 回不到 白的跑路了 人家飞一个不就连 对 甚至他还没什么 往前贴了 对 贴一个也有很大 他说万一把这活了 你这全部是 将他鸡飞弹打了 啥也没整 还不如就先 先要了他的后脑勺再说 这种说需要一个 需要勇气 需要攻击手 如果是那种屠龙的高手 就会下的比较次精彩 就是像连校啊 反正就是先论着再说 对吧 你都这么过分了 你都这样了 我还不斗手 现在对不住你了 有点是吧 就像我们那个十月 十月那个厂居运条中说的 我的起本质是防守型的 是 为什么老屠龙 是因为你们老不补气太过分了 他本来觉得这期你逃回去 我收收盘面十多目 对对对 你居然把不补 那你不补 你老要给我拼 那我只有白痴了 不是又不是我力量大 是你自己送 对吧 这时候要需要这种高手来 就是一无反顾 因为这个确实是眼睛要点 先给抡了 低了眼睛也把这部抡了 然后呢 其实柯杰也怕的 就是说这种时候 就是刚才大家说的 其实就是双方都害怕的 他虎完 我觉得他应该松口气 就只好这盘棋 不会不会被屠龙了 对吧 因为虎明显的就活了 如果刚才挺在这 他跳他飞住 其实到底怎么活 就不知道 其实心里也没底的 虽然说感觉不会死 但是呢 具体怎么摆活也不知道的 对吧 而且如果活就盘棋 因为也不是说黑的空差很多的 如果你攻得很惨 把黑的把上面这个逼住 把这个边全拿了 其实黑的时空也没有说 差距那么大的 这样的话真的 我觉得缓口气 我们来看看接下来 接下来柯杰就感觉 轻松一些的 然后他这种小手机就来了 然后他开始 关键围棋是这样的 你退了一步之后 对手不会退的 对手会来 他也让你节节拜退 他是会反过来欺负你 对 他要靠了还断你 不是说你退一步 海阔天空之后 他也退一步 大家就有的够了 和谐和平共存 不会的 你看他接受有这个后路之后 他这些地方 折腾你就受不忌惮了 因为实在不行 他可以回这时候 我就活了 这个就半个眼 下面半个眼 对 而且你这还有欠了 下面就欠了这些味道 所以他不 赢不但一死 他就开始折腾你了 就很烦了 很讨厌 这个也不能吃 吃会最烦吃 应该只能尝 尝了一个 然后尝可以拿着帮转 这要马上叫杀了 要冲断了 那黑气不行吗 黑的补气 先问一下白气这边 也是顺便补一下下面的这个缺陷 因为刚才如果说被白气冲断 他这气不够是吧 应该是不行的 再冲断又死 我黑的白的实在不行 可以先走这边 对 他可以先活 因为你这都连不上的 这两个也不能死 全是这个 所以说他得补的 这个是 要不他就顶在这 那顶下是不 删一下也不舒服 因为白的是活的 最重要是 他就是来拿便宜的 你顶着他肯定给你耳光 这不删白不删 删完了 然后再 删不行再回 他本来就是跑来占你小便宜的 这下的黑气好难受 我觉得 这样的话被打下去了 我们来接着看 把吃肠 他说这个小的这个缺口 从这里连通了 下的非常的巧妙 白气粘住了 黑的这里也得硬 拐回来好像去没气了 对 所以他得赶紧把这个贴回来 对得贴回来 不然他这怎么弄 只能贴回来 然后这就给挖通了 这样已经不能走了 这是一个陷阱 千万千万 绝对不能走 这条路是没有路的 这提掉 这被打的 简直是 这时候还有 还有回头的 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你们 你绝对不能把所有的 其实全摘让 如果直立步就没得下 不能全摘让 绝对不能下成这样 全部被突破了 所以看似能救 其实这两个已经被挖 这绝对不能 挖的时候已经死了 只能放弃了 这样子 那被挖死 那他也不用走这一步 直接通连了 那黑的只能走 走左边去了 只能去走这一步 挡下去 你不挡 就马上他要活这个了 对 但这挡下去 这个感觉 这时候的挡一飞 有点乱 这个棋 哎呦 这一步也巨大 这一步都数不清段步了 你挖沾的话 你只能脱签了呀 你总不能让我先手挖沾吗 然后下部我这一吃 你怎么走的 我不知道 吃你好像只能让我 我不知道 你沾我这里吃吗 我好烦 你也不能这么吃吧 这么吃被我爬一下 你没法过了日子 对吧 这个 那我只能粘回去 只能粘回去 我脱签了呀 你等于已经粘不上了 本来我挖沾 你可以挡在下面 这已经垮了 就是我不提粘垮了 被你挖一下 我简直是突不一声 已经垮了 这个其实 挖沾数不清了 这个木 太大了 这巨大有点 这个 这个感觉 二十木 应该也 可能也有了 太大了 太大了 因为马上你还能扑我 我也全回去了 主要是他挖沾 他还不能挡 挡了辈子 你应该一路掰一下 你还挡不住 我姐 你挡的话 他以后一路掰 你还得后退 一口咸血都要吐出来 你挡是最好的 但是呢 以后一路掰 还得退 我姐 我吐血了 我姐 这个挖沾 谁抢到也是焦点 现在 当然这边 他还是得走这边 因为这个子跑了 可以一无所获 没下了啥东西 就很想哭这个 但不能哭 你得先吃这个子 但实际上呢 这目前好像形势 还挺接近的 并不是想象中差那么多 但不好下这个棋 黑棋不太好下 这种棋 你不能看胜率下棋的 因为白棋 现在非常的轻松 就是白棋的思路 它不会断线 就是黑白棋呢 一 这里先处理一下这边 四肌把这个子活了 如果你吃了 我就赶紧四肌抢进 把这个挖了 或者是走这些大厂 对 就是它会非常的直线 黑棋的话呢 要忙的事情很多 这黑棋呢 上面我也觉得是 这样的骑形是应该先飞它一下吗 可能是飞了 还是 它逼不了了 这里漏着 这地方漏 随便一贴出证据 这里 好像也不是个事 这个地方是漏着风的 这里漏 乱沾这个池也躺不住 你也不能硬挡 这味道肯定不对的 所以 这个边好像就没法围了 已经就这样 那要不然我回头找个机会提它一下 这样好一点吗 提的话 你是不是虎一个样 提我会虎 不一样的 你虎又提回来了 我好烦 这地方走不好了 已经就这样了 那就不走了 然后回头要走的话 就直接点在下面 只能再说了 这地方没心情走了 已经不知道怎么走 从哪都不太对 好像 我们来看实战 黑的白搬头 搬 然后 一起搬 黑的白的虎 白的意图是你退它搬战 打 那我要求先搬战 打完应该是要搬战 打完了我肯定要搬战 那不用弹了 但你搬战我会打你 是啊 就是这么下的 他打这个 那我先把脚吃了呗 但没什么好伤了 吃脚白的只能给 但是 这一圈转换之后 好像就 黑气亏了 我觉得是 也许可能还是退好 也不知道 这个太难了 这个围棋在这里太难了 那总是打完了 我想他总是想搬战的 他难道不搬战吗 不搬战被白搬战 那他搬了打的肯定要搬战 对啊 他要不就不会搬了打 不 他要不就是会单退 他这下就不会打 打这下没有意义 对吧 反正是亏的 怎么突然之间就成这样了 胡打 这地方还是有有有有很大的 胡打完完还挺也很难 刚才 但刚才这个不一定走得到 那来哪来得及啊 没这功夫 这个棋 因为白的吃这个 他十二瓶吃入这个子 这也是活的 十二瓶你沾上 他再吃好像都是活的 所以他这块 这地方好像黑的 应该是个厚数 不好走 但确实很大 黑的哪怕长了沾都行 对 我就想那黑棋怎么下 哪怕长一下沾上 然后牵手提一下 都很大 这个打案是非常非常大 这件事情 也许该是走这边 但是说实话太难了 这个这个关子 是能下的对 就是不容易 这件事情 我个人觉得下的对 是不太可能的 就是作为人的视角 就是说这个时候 如果你像如果当一个考试试卷的话 对 我觉得好像不太容易 你能得八十分的棋手 就已经很厉害 很有可能已经是世界第一了 很厉害 你也满分不可能的 这个因为全是虚的概念 对 这个还没有 这步也很大 这步也很大 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怎么下 才是正确的 其实退也有可能 为什么刚才退可能 退的话 白的就一定会搬毡 这肯定搬毡 那搬毡我就先手了 就像先手包扎了 那上面怎么办呢 现在就是焦点 我不知道是走这还是走这 还是走这 这也是为什么党一飞搬毡的原因 你也不知道哪一个先手呢 我好难 你也不知道这步也巨大 是啊 这个确实也巨大 你就尝了粘就行了 你也不用下别的 你就尝了接着 就够了 因为这个提一下已经很舒服了 不我在看它尝了 它能不能冲你啊 那我就拐嘛 如果你有冲 你拐的它就挖吃 挖吃我提掉 我就反正手一手嘛 手一个 那它粘上你打 等我打完我要扑你的 你叫不要打 你不能乱狗吃的 小心这个结我给你撑回去 我肯定撑得回去 我扑你这边 斜我得给你撑 所以我拐你可能得接 我就接住 不让你冲 嗯 这不接也不行 这边一冲好像全烂了 这不也很巨大 这不 关你这边不好猜的 这个猜我肯定要靠短你 可能只喊猜一 猜猜一上面会被压 对对 你猜二肯定被撞进来了 是的 其实你都不好走 可能要不二路肩啥 你就走不动了 这猜一也很讨厌 被人家飞一下 你这冲牌你妨害不妨 其实这两步棋很非常大的 对 这步棋很大 那可能就应该拐住它 拐住它很巨 那它拐住它就退算了 因为退这个班间 肯定摆的是必强的 嗯 班间不可能错过的 就这样算了 嗯 因为实际上这里拿了 把这个脚破完之后 被冲下去 最大问题有可能不转 而且拍到中间之后 这三个有点薄 就以后这边有点欠目 这一代反正就看清 你家我就反家 是吧 家就反家嘛 就都不要了 就当一个先手定型 不过这这这种就判断 这个这地方也差二十多目的 这地方也是非常的诱惑 你要数目至少是二十多 这班间的话 这这这差多 对对 黑的白的得十几目 黑的也十几目下面 也是二十几目 这个就是一个纯旗感的 纯判断的 每一招都是二十几目 这不也超过二十目的 我估计这个大关 只要数清楚的话 数清楚是不可能的 就是平平感觉了 感觉可能应该退 单退一个 让它斑斩 然后把这个 把这个先堵住 让它先在这里去 什么二路尖一个之类的 让它尖一下 然后再考虑 再考虑是 是这虎对的还是 我觉得尖完之后 有可能是虎对的 我觉得这个虎大 然后这几个剑合了 这个脚和这个蓝边剑合 反正就一人一个 这个夹就给你了 这个夹就算你的 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 也许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但是呢 这个不知道 如果换实战的角度 太想打了半天了 这实战 我觉得是人都会这么下的 分分钟都打了 先把这二十多刀都再说 这个拍反正再说了 都会这么选的 然后白喜打 他把这个吃了 结果这一下 好像就已经有点远了 这气看着 那边被冲下去了 但这个关子真的很大 而且呢 希望吗 他这个斑还先手的 断了粒 就有个断了粒 就有个这 特别简单的一个手机 粒又挡不住了 只能往后缩的 只能接在这 然后吃的话 又是一个大头鬼 又死了 所以说以后 从关子的角度 这个斑是个先手 对 白的直接就得补 斑你还得缩一步 那确实想走 这个 但是呢 这部打下去确实也很大 我能把它数清楚 我们来看一看 这部我能把它数清楚 我就太厉害了 但可能是这个最大 这个这个被查下去 在一场这一间 这个角度全漏了 而且这个两个要被反贴死了 厚薄全部对新以后 白的贴起来 这个全是白气的空 是的 因为可能这个是最大的 因为当时白的必须 反贴的蓝 还是这个不起 这么看 可能这不是最大的 但是我们是事后 住个两个球 当时一分钟一步 而且他拐的时候 我就在想 他打吃提掉 这个结的问题 我不知道你这个铺 是不是结 铺应该是结 你铺的话 他有可能会抓 这抓也 我觉得应该是结 因为实在不是结 我先铺嘛 我可以打当结的 我一个结就够了 就我稍微操作一下吧 我拿铺了打 打当结都行 因为我一个结就够了 你是绝对没有结的 我稍微操作一下就好了 就他 他实在不行 铺了打完 用吃这两个 你吃这个应该是结 所以怎么都是 肯定 吃这个应该是 所以白的一定是不能打的 这两个紫杯 提掉 我觉得我受不了 所以说他 他拐他应该只能单瞻 他是不敢抠的 因为抠的话 要被白黑的打爆的感觉 那不知道 这个就这样了 主要我觉得当时 我觉得保留时间 应该也用的差不多 我们看看实战吧 这只能是看运气的 这个棋谱突然就卡住了 我们来看看实战 看起来这个黑棋 接下来怎么办呢 我们也不清楚 稍等一下 看看这棋谱是怎么回事 突然就卡壳了 这么关键的时候 看到了 现在黑棋小间 没办法 那肯定亏了 绝对是亏了 那如果他还就这两个贴大的话 那这个棋冲上去太大了 贴一个 这个感觉垮了 我觉得好像黑棋要倒了 这前面都虚的 不是什么大问题 这个时候就不行了 因为逻辑上说 他肯定不能要这两个 他肯定是 比如说他压过来也是个说法 他肯定是不能要这两个的 因为他要两个的话 等于变成白的先手冲的 而且下一步这个监 根本就不知道怎么走 好像马上 非都死了 必须得硬 只能硬一个 先跳一个 然后要挡的话 你走不走以后 有被先手拔 肯定得走 那走的话 就打拳先手 当现在白的走不到 先贴一下 不 白棋他之所以不尖 是因为尖完了 他怕他有问题了 所以他先不动 先不动 拖一个 拖就立手 不想要被尖 但拖不对了 拖白了可以走下边了 他不硬了 不是不是只能虎这个了 这个虎太大了 这虎的话他会 虎就不下距不来 就直接就这样了 那肯定不能牵完 像我给牵死 就这样破关子破摔的 可能只能虎了 虎一个 虎一个这儿 再说了吗 反正死不了 这白棋好像也挺烦 如果你贴一个 我就跳跳进来 算了是吧 我贴也是吗 就压进来 我就压了穿 再穿进来 反正我让你空 你贴我就 我就防守了 你贴这个我就直接夹死 就跑路了 就算了 好像这个尖的顶 感觉枪法有点乱了 顶在这儿是什么意思 你顶再退也亏大了 已经没多少雾了 车间还不是挖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这个党运飞直接要崩了 这个我们来看看 他先冲了一下 这部冲要要命了 要命了 这个比挖还好 冲如果说它挡 行不行呢 挡的话已经亏了呀 这个里头 断完之后 上面还要收散 它拖先就行了 这个湖已经变小了 以后这一段 这些地方全连不上来 就一定有便宜的嘛 他吃这个也行 对 他冲价白便宜的 所以 他可能也只能挡 不能退吧 退好像已经崩了 怎么突然就感觉 就突然死亡了 一下子就崩掉了 这是我没注意断 可能快些没注意断 那断要怎么办呢 它应该是 有一挖 通通都不会了 挖可以吃 我吃呢 肠的话就算了 你挖 我肯定闭着眼睛 先把你留下再说了 应该是可能没注意到断 要不然它肯定挡了 我觉得 因为上面毕竟是 只是点熟气嘛 只是点小便宜嘛 这个断已经扛不住了 这个又粘不了这的 粘在最粘 这这边都都漏了 我是在看 他这个地方 是不是跟上面有点关系 他这个拖一个 本来是不是要靠这个 可能走完了 他反正都不要了 提掉的 要扛着的 不要他 我都不要了 他现在等于说 白气这个段 是先熟了 变成我一段 你觉得全 不是 我本来也无所谓了 他都不要了嘛 就白了冲肯定是好奇 你挡肯定是亏的 但是呢是不是只能认赔的 我意思就是说 赔这点算了 因为你 你退这一段就直接没应手了 断又不知道怎么办 你不可能接这边的 这一粘完这边 就直接就感觉炸了 但你如果接这一边 那一抠吃怎么办 刚才袜粘已经痛不一生 这抠吃直接就 感觉直接就要起力了 丢亏气甲 把这两个子去掉 所以只能挡嘛 应该是看错了 没注意这个段 嗯 挡嘛 反正你吃我就硬吧 亏是亏一点 就这样了 止损嘛 我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只能是这样了 太痛了 真吓得 那就说他这步不能下 只能糊 嗯 那个肩不能下 刚才这个地方没堵住 他就已经 就是已经有点远去了 这感觉 所以说这个地方 这个斑毡可能是有问题的 对 确实这个斑毡应该 摸了一个后手 虽然拿了一个将军二十 后手二十五目的大棺子 但是呢 在这个时候 居然二十五目不大 谁也想得到呢 这斑毡可能是败招 可能是 有可能是斑毡 这里我们会看到 这是先手拔两个 这个可不能被虎 只能打住 灰的白的 已经可以先脱线了 而且以后粘完 你粘完之后 上面还得有可能要 要补两个 补两目 白了可以先去下别的 现在 对 这个地方损失很大 损失残忠 被先手把梁子拔掉 因为你在骑已经差一手骑了 已经跟虎比 差了一手骑了 我觉得有一个 条件中央 其实本来就是中间攻的时候 觉得攻的虽然说挺难受 但其实当时挺接近的 就是白气靠段 也都挺接近 就是那一下 就是这一下 半战完了之后 这个说实话 没有办法 我觉得这就是运气 骑有的时候就一步骑 你一分钟的骑你要指望说 搞清楚这个半战和这个退哪个大 这个太棉为奇了 而且本身肯定是半战大的 本身也搞不清 我只能说是 查考十分钟 也不一定看得清楚 只能说是退它可以拿一个线手 从现在来看 拿一个线手之后 你这个半战后手20多目的话 这个封住这个口 就可能也有后手20目 就是说有一个等值的 可以弥补的 而且从现在看 推这个就更大了 因为这个断点 这边的联络是有用的 但谁知道 对吧 你这个完全都是 大家事后诸葛亮 对吧 那一分钟一步 谁知道 肯定是正常的人的逻辑 你一定看到这后手20多目 就打完了 我肯定把这个半战吗 你打在上面 我就把这个吃了吗 就退一定就不打了 就单退了 他既然是打了 那肯定是 100%半战的 他先拿了再说 这个便宜 所以这个也不能怪 我们当于费 再搬回来确实亏了 这个 我们再接着看 这感觉兵败如山倒 连这个纸都给你揪出来了 我这简直是 我恨不得吃到这 我吃不动 是不能忍 这搬一下 估计不太容易被吃掉 这 这个 所以还得退 要不然这地方全都漏了 这好像也 确实是不太容易吃得掉 人家 搬一个 这 这盘棋的胜负 大概率就是这不起了 那可能就是 应该藏在这 还是很接近的 连这个纸都要 就拽出来 你怎么弄 这个 就这样的 但你 其实特别想贴 但贴完可能就跑了 贴完怎么办呢 接下来 但你不贴它拐你怎么办 管它这一拍 感觉日子也没法过了 这 对吧 这全是木 这光一拍就拍掉一个贴木 就感觉 我好生气 已经垮了 肩的话 白的会拐的 因为你断的话 节目会看到 这两个字 它不一定已经旧了 本身就大概十几目 对 光这一拍就快了 收一个贴木情况下 它肯定弃了 那随便收个关就行了 这个摘也很大 他先跳了一下 如果跳你 你还不能冲 那又便宜了 就是不能冲了 冲了就被提 打完了一段 成打结了 就感觉要变成 柯节的表演秀了 是啊 我觉得好像那黑截截拜 不是 这个一沾怎么办 哎呀 我这个 这个 我就不太会了 挡一飞已经感觉 这沾已经 又不会 只能立吧 你度的话 它一断完 一吃完 一搂 中间应该全掉了 你立一个 那再一挡 我想把这个立 哎呀 这个真的 我已经痛苦了 痛苦了很久了 这个 而且还有可能是 我沾都放过你 我还不能 他就是挡在底下的 我渡过来直接靠 你中间可能直接死了 我沾都算是 放你马了 哎呦 这个 我突然发现 吓得越来越痛苦 这个没办法 这个其实 我们来看看 他是这样 他先打这个 这个就个人表演秀了 他是跳这个 次序是这样 然后再吃这个 冲 然后再断打 断打 你又不能长 被挡死了 只能打在底下 他在全部的 哎呦 你都利用到极致去 这家吃又便宜了 以后他可以直接扳断 他不一定是提的 他提反正是一样的 他万一有机会 他可以直接把你俩扳死 吓得有点痛苦 这里只能断 就冲不回去 然后才中间一搭肩吧 我感觉这个不能 有一种不能再下的感觉 就再下下去 人受不了 再靠一个 我不得不说 打一飞的承受能力 还是很强的 如果不是这个决赛的话 应该早就退了 我觉得应该投了 这还不能打在这 打在这被人家一击打 又出奇了 提到 所以说 其实我们会看到 放虎归山 我这痛苦死了 我感觉吓得 这个 所以说 我觉得一切的根源 还是在这部虎 所以说 刚才应该先尝 就直接 就应该下很手 哪有现在的这个天地 哪有这边什么气景的故事 我就说嘛 这个他要把它立掉 本来是那其他 就是不想活了 我感觉 这立掉又差了 又差了将近三目几 我觉得已经活不下去了 这是一二三四五 现在搬砖的话 两无不到三目多 就看到这个 真的是不想活了 这被立到确实 日子没法过 我这不想活下去了 不 他主要是最后能搬死你 他这里能搬死 他不是提的 他这个吃的妙味就出来了 球 他可以直接搬死你 简直 这一串的收数 可以说是 下出了 单方面科技的表演修 最后请我们看整个右边 左边 黑机只剩下了 可怜的三速的十二目几 就这个大的阵势 我觉得也不用给大家数目了 这个目肯定是不够了 毫无疑问 这个下的太精彩 肯定不够了 像变魔术一样 如果不是决赛 应该直接就退了 这一代 纯属受蹂躏 这个 这个确实在受刺激 完全想不到 这也就是 这个班战的 一系列 对开头玩 一系列的恶果 真是 所以这个地方 真的是不能被人家打进去 不能被人家打进去 但是 但是他也是 他贴了跳起来之后 如果说刚才 把这两步骑走了 但是他来不及走 那边去确实也不好走 刚好 这抠吃完没准还能往下停 这些地方确实不一定撑得住 反正要打结 但是这种骑说实话 花一个后处把这个沾上 一般的时候 你不是仔细判断 没有这个旗感 没觉得有那么大 因为这边是漏着风的 对 人的角度 如果这是逼住的 你肯定知道 马上沾上 人家可以往这边猜的 你肯定是没有那个旗感的 觉得没想到冲下去会那么大 我很佩服党一夫妇 他一直在坚持着 我 我这 吓得我好难受 看他 这个 看看最后的坚持 能不能有回报 好的 肯定是 肯定是快级吧 肯定知道是不行了 对 他心里也很清楚这一点 这个我可以给大家 简单的数一下 可以的 白了这块大本营 大概有40木齐 然后右边的话 大概这里是 因为这个加线没什么用了 上面都连通了 就是个普通关子 下面大概六七木 然后中间 这块有十几木 50 40木加十几木 是五十几个 这两个字已经被吞了 15木肯定是有的 这块 也就是说已经奔65去了 65加了 我们看黑棋 这块棋只成可怜的11木了 然后这地方 15 19 20 就算叫20 25吧 36 算是38 然后44 45 49 白黑的就是67点头 65都不到 所以这其实应该盘面钱都不够 盘面都输着的 提掉 继续奋斗 盘面都输着 我的天 就这么硬沾是吗 是的 就为了 毕竟是木 为了四木齐 五木齐 确实 反正你不能拐下去 不是 可以体现出来 就是黑棋 很顽强 黑棋的那个 实控的那个巨大的一个烈势 去 我想起来柯杰在半决赛对彭丽瑶那盘棋 本来彭丽瑶已经领先了 虽然说领先优势不是特别明显 但是呢 彭丽瑶有个地方脚上看错了 对 我看了那盘棋 脚上 然后本来他已经可以直接起立了 然后他一直在坚持 我说他是不是心里这边特别不愤的那种 那可能心里 愤愤不平 那个心里非常的难受 而且彭丽瑶下完之后 彭丽瑶也发了个点点点啊 不知道意思 自己当时发 怎么了 就发生什么事了 很明显的 人家一个先手没去命 对对对 就是像这种低级的失误 呃 其实我们会 感觉非常的心理上难以接受 他很难接受 可能其我们说那从头再来嘛 啊 你要知道 呃 从32打到16 16进8 8进4 4进2 一路过来是很不容易的 对 而且呢 每一个对手可能甚至都是世界冠军 跟自己五五开的一个对手 所以说连续的四盘五盘五五开 走到了决赛或半决赛 那个 然后又因为自己的一个低级失误 松掉了棋 如果是完败 他可能也就心里也就 也就淡然了 下不赢也就算了 下不赢 这棋今天人家发挥太好了 这也没什么可疑 认了 那就 但如果是因为自己的一些低级的失误 本来形式一片大好 然后被别人那个逆转 那他整个人的心态肯定会非常的爆炸 对 就是 这就是竞技 竞技的这个体育的这个说白残酷的地方 很残酷的 或者说也是魅力 在魅力的地方 任何的项目都是 大家都会有这种低级失误 对吧 各种项目都会有那种 让大家那个 对吧 那种高光时刻 可能棋友们看着 或者别的 这个大家看着会觉得 很很有意思 但是当事者特别是失败的那一方 其实蛮难接受 像金盘棋 但金盘棋相对还好 他至少他不是那么明显的一个事务 没有明显的圣机 但是呢 下到这个 这个 柯杰这个花活的时候 肯定也不想下了 就这几步其实已经 如果是我 我肯定不想下了 就可能 应该说是什么呢 如果是不是这个决赛 可能直接就起立了 就不下了 其实肯定是没法下 下得太华丽了 就这一串的这个 气子和那个手术 请我们看最后 这条边只有十一目了 光柯杰这 一二三四五六七 割的这两个子都有十目起 也就是说 整个这个地方 如果算这一目的话 这地方还含着一目 也就是整个左边 现在一目起没有的 你能相信吗 那么大一个阵势 然后挡下来之后 一目起没有 这怎么下的 而且如果再算这三目 还是负的 因为刚才我们算 正常的棺子是白的 黑的把牵手扳的 对吧 对 这里就还负三目 这日子怎么过 其实没法过了 就是你不想到 他靠出来就成了 成了最后的那个 找找他贴一下钻 也别去接了 就贴一下钻 放他活着我 对啊 拉倒了 至少自己还有十目起 至于这样 不至于这样 但是呢 当然肯定是贴也烈势的 肯定是形势不好 没错 所以说这个棋 先揭露一下 这个就是竞技比赛 应该最后科技会挡住那个脚 那个脚带后手十几目的关子 马上就会挡那个左上脚 我觉得挡完脚 因为很快就会要认输了 这个企业 他挡了一个 因为没有关了 挡大概后手十几目 大家就给了 我觉得好像 那个党一飞一直都 我觉得换个人 可能会很想投了 但是他一直都没有 想投了的意思 一直都坚持 确实不容易 真的 小门 进个决赛真心不容易 加一个 这也是就是中国的这些 高手实在太多 大家去查一下就知道了 就是他每一个比赛进的决赛的人 都是不一样 像我们马上要进入到 阿汉同胜飞的决赛 又全是一个 不是这几个人 阿汉同事 孤子豪和黄云森 对对对 所以说他就是真的 就是如果平均均分下来 一年可能有一次决赛机会的 成绩都很好了 这种问题 所以说他真的就是 不是说他水平问题 就是因为大家想象一想 每盘期你都五五开去拼 拼拼了 就让他命去拼了 你只要拼到 至少连生四盘的决赛 这概率非常低的 中间稍微出个什么小披露 就止步了 对 所以说要进个决赛 是拿个冠军 非常非常难 其实我们看就是 这些高手们 顶尖高手们 我们看看他们这个 哎 少也挺多 好像错也挺多 虽然说这盘棋 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一个 黑棋应该长一个 让人家搬战在 但实战的时候 想要下队 太难了 这件事情 非常的困难 所以说呢 之前我看到好像是聂老师的微博还说 就是说大家对棋手要多一点宽容 你不能要求他们一个错误都不犯 这是不可能的吗 这个问题就是因为AI出现之后 很多棋友们说实话就是我说的开玩笑一点 因为大家都开着那个电脑在看棋 或者解说或者一些告诉我们在拼棋 就相当于典型的大家都是纸上谈兵 然后又没有这种胜负的心理压力 以为自己都很行 你知道吗 对吧 因为聊天嘛 我们都是九端 聊天我们都是事业冠军 我在这给大家讲棋 我有没有心理负担 错了就错了 对吧 那我当然谈笑丰盛了 但是其实其我们想象一下 你如果站在那个 如果你是坐在上面下的那个人 你任何一个决定都会导致你输棋 而且后续是没有 对吧 下棋的时候是只能靠自己的判断 是不可能有AI辅助的 对 就任何一个决定都会非常的艰难 没错 所以说他们出现了一些失误 或者双方错进错出 是一些非常正常的事情 再加上时间的压迫 有没有时间算 所以说这个事情 大家真的是多理解一下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 他还坚持了一会儿 我们还是坚持了一下 夹完之后 科学这部应该就劝退了 这部本身有点木嘛 意思就劝退了 然后黑棋断打 然后白棋挖吃 就沾的意思嘛 就是说差不多了兄弟 你就别再坚持了 该收工了 意思就是到位了 你这心态调整了 还没调整好 就是很明确的 就是告诉你差不多了 那天我看彭丽瑶也是非常不愤的 坚持了很久 我非常能理解这种心情 因为我也下过这种半决赛决赛 大家都知道这件事 对 我们也拿过冠军 也输过决赛 就是非常非常的那个 能够理解就是他们的这种举动 平时早就是早就 如果是第一轮第二轮 可能早就认了 什么16进8早就认了 确实下到决赛太不容易了 好不容易进了 万一呢 就主要是万一呢 因为也有这种极端的事件发生了 什么单官 万一他出勺了 万一单官他打一勺了 这件事情也不是没有发生的 而且历史上是发生过的 对吧 虽然概率那个可能几百盘 或者上千盘只有一盘 甚至上千盘都没有一盘 但是万一呢 千分之一概率也是概率也轻 他这四个子不要了吗 拐了一下 拐也很大 他吃了就八木齐 吃就干八木 科技反正还先打 但是在科技角度吃四个 也就更清晰 就是宁可让你破这个 这七八木 因为他这样的话 他会看得更清楚 应该会提结吧 他提了一下 然后一起断一个 打吃 反正这种结就是免费的 提完之后简化局势 感觉科技也该挡这个 如果从成关子的角度 内部可能不知道 一起走 把这冲了一下 挡住 对 然后提结吧 应该是 哦 他顶了一个 他顶了 他没提结 可以去挖了一个 那就接住呗 接上 接住 等你接住 我再提 你不接我就吃 他就接上 那我就接了提 只要白了别瞎忘了 其实这里有一个后门 问题不大 别犯了把他提死了 其实这块钱没有走出两个眼 这也就是 那个黑奇在打结的唯一的希望 为什么 阿拉 这个白云飞还在坚持的原因 还是有一点点可能性 万一你下忘了 万一你忘了呢 他断一下 断这个线索 这一拍就没了 打吃 其实捷行也没打不过 这逃不全 接嘛 其实吃到得 哦 他接不上了 黑奇已经接不上了 这有个铺给亲人们的太阳 我当时刚光过跟你们聊天 对对 怪不得他要先这样顶 没错 这样的话你应接不上去 这有个铺接不归 所以可以 必须把这个捷打赢 我不打赢就只能放来 让提了 捷应该打不赢 是 捷应该白的必胜 嗯 这个捷怎么赢吧 白的这逃不全是捷吗 对啊 他就是逃到逃不全是捷 打吃 而且都是免费的捷 这个就是下到最后 弹尽粮绝的意思的 弹就硬呗 那肯定是硬了 我以为为吃了 吃了 他就拐嘛 这里都是白来的 是 提截 提截 应该是扛不住的 铺 提掉 提了 打嘛 打嘛 这不是一搂都可以 一旁截好多 打一下 嗯 但是也得战斗 就是反正黑切的角度 战斗到最后一刻呗 是的 万一你瞎错了 吃吧 对 吃一个 都刷还能铺 提掉 铺完再打 还有两个结 都是结材 哦 他是先弯了一下 他这样 提掉 提掉 那白的 现在白的找结 应该是扑吧 扑了一个 是的 提掉 然后白的提回来 还是提结 嗯 这是最后一手了 没有再坚持了 呃 因为没有办法坚持了 他没有弹劲凉绝了 这个棋在打是损步的 而且也只有一个结了 对 跑不是结球 嗯 跑的话他有三口气 是的 而且黑白其明显还有一个打吃的结材 嗯 黑其已经 就算有这个结也不管用了 白的打吃是个结 嗯 而且就算 他来不及也没关系 你把它撑乱 他他接一个 他冲完盖也是个结 对 因为他能接回家的嘛 只是一点木的问题 哦 我知道了 这唯一的可能性就是 黑其假如说把结打赢 接上的时候 假如说你不硬 我猴一个你就死了 好像 不 那你还走三手 是啊 所以说没 有点遥远 非常的遥远 我有个弯一个 对 所以说他这个棋 而且你沾的时候 我还有个词反应的机会 对对对对对 对吧 这只说一件不可能 所以说这个棋 明显是没有结的 这被提完之后 虽然跳进来拿了脸部 也没有实际的意义 整个正常的双方的差距 应该是盘面差不多 那么 因为之前我们数的 对 这时候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出入 最后总算是没有再坚持下去 最后这盘棋的结果呢 就是 直白的柯杰是中盘胜了 党一飞 应该是 对不止盘面差不多 这四个被拔了 应该是白的盘面 应该领先了 那我们有一些赛后的采访 我们去看一下 先转起先说 今天这盘棋 是要把棋 评价 好的 好的 今天这盘棋 感觉开始的时候 我应该还不错 就自己自认为 形式 还不错 然后 中盘的时候 我觉得有一些棋 把自己走得太过于 凝重了 所以 中盘的时候 我觉得形式稍微有点吃顶 不过后面 他在右上角 走了一串 比较小的棺子 所以说 在那个局面下 其实在下方的那个 是比较着急的 因为AI一直在强调 能不起 对 我后面看AI 才明白 其实那时候 可能是 挺军事的一个局面 我自己认为 自己还可以 但实际上 那个形式 实际上是差不多的 然后后面 他出了那个失误以后 其实我优势就比较大了 所以 后面也没有出现 什么太大的失误 然后后面这盘棋 就 比较幸运在一面下来 因为这比赛 我们肯定说 之前也参加过几季 今年是 唯一次过快 对 睡着吧 心情很好 心情很好 对 这个比赛呢 之前其实是14 30秒的 对 今年 今年是改成 这个一小的 我不知道是哪 哪些还得改的 大概是 我记得我以前参加的是 14 30秒 然后今年改成 农心杯的赛指了 所以 时间上 是更加宽郁了一点 然后 在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 其实是 把它当做一个 当做一个 农心杯的 这个 热身赛的那种感觉 去下一开始的时候 但后面 直到我赢了第二 第三晚的时候 我才想着 我想拿到的这个冠军 我发现是 这个欲望是非常的强烈的 所以 所以 后面这几盘机 也比较幸运 然后也下的 没有自己 没有太大的失误 就是那种 特别严重的失误 所以说 所以说 后面也非常幸运的 就赢了下来 然后总体来说的话 对自己 这次的夺冠 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 信心上的 很大的一个提升 然后 其实对手下的 也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说 我觉得能够在这里 能够给大家奉献一盘 精彩的起去 其实是 对我来说 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 这比赛之后 我还应该就是 维甲吧 今年的来说 对对 维甲你第三 现在对于维甲 这一块 有没有 对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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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甲的话 我是非常想 帮助 我们这个北京队 拿一次冠军的 然后 我记得我上次 维甲冠军 可能是得追溯到 2014年的时候 2014年 那时候 那时候 我下的也比较好吧 好像下的 又是二胜二负 那这几年为假 其实 大家实力都比较接近 所以说 想迎起也非常的不容易 然后这几年的胜率 就没有像当年那么的好 可能也是 主将特别多的原因 因为基本上都是铁主将 然后这一次 北京队 我特别希望能够 帮北京队 拿一次冠军 不管 不管说 这时候结局如何吧 然后至少 我是为了 拿到冠军 而去奋斗的 这几年很快 现在已经十二月了 这年后还过去 想听一听 对你一个 今年自我的 这个表现的评价 今年其实遗憾比较多 特别遗憾是在 世界大赛上 今年在世界大赛的运气 可能说是 他们说是 本命年的缘故 然后 然后运气 一直都不是特别好 从年初 被那个 生命运气逆转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 我就觉得我对这个 整个大赛的这个气运 就不是特别的好 然后包括后面 输给 输给那个 金智 然后后面又输给 这个 深圳旭 现在时候我中途 赢了一盘 那个 朴槿华的时候 我却觉得那时候 自己棋力可能是 回到巅峰的时候了 然后 但是后面跟 那个 小生的时候 其实也是最后 最后一步棋 有点草 最后有一步棋 有点草率 然后 遗憾地丢掉了 那排棋的胜利 所以 所以说 总的来说 今年 遗憾是稍微多了一点 特别是在设计大赛上 但是在国内 棋战中 其实 我觉得表现 相对来的 比较稳定 胜率还可以 所以 希望 就是说 今年 尽快过去吧 过去以后 在新的一年里 然后 在这个 世界大赛上 然后 能够带来 这个 不一样的新奇想 看了柯杰 好像持重了许多 我感觉 不管怎么说 应该祝贺他吧 首次获得 这个CGTLE的冠军 对 对 看到 那个 总体还是挺开心的 是的 赢的都是开心的 没错 不管怎么样 拿冠军 总是 总是好的 今天 而且 整个发挥 应该也是 我觉得是 当仁不让 还是比较出色的 总体来说 白的 直白的科技 也发挥得更加出色 手精和策略 运用的更加的合理 没错 我觉得党一飞输的 也不算很远吧 虽然说 有一度 他下的 是他自己的问题 导致的这个 棋局一下子 急转直下 但毕竟 即使他下队了 也就是可能是 比较接近的 一个军事 非常扑朔迷离 没错 好 那我们今天讲解 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 再见 再见